新台TV新电视App是全美最大 资讯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App 新电视新闻、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时事观察等 新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新电视App方便又快捷 快点下载知道更多资讯 今天是新闻提要 拜登保表追加秘密任务 防止拜登跌倒 纽约法院裁定特朗普涉嫌 虚报资产价值披诈罪成 Hollywood 编剧罢工结束 晚间扑骚回归 伦敦15岁少女上学逃中遭斩死 大家好 欢迎收睇星电视新闻 我是李泽同 大事小事身边事 星岛与你紧贴时事 今天是美国加州时间 9月27号星期三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 2年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经常被拍到 上下飞机的时候差点跌撑 6月的时候 他出席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 更加直接在港台上被一个沙包卡倒 正面跌地 吓倒幕僚和除户 拜登昨天又被捕捉到下飞机的时候 差点跌倒的画面 虽然没有跌低 但明显失去了平衡 拜登跌倒比他的政策更加受关注 美媒就指出 拜登可能患有严重脊椎关节炎 合拼轻度骨折之后 捉取关节炎导致他难以平衡 幕僚为了避免他再度摔倒 已经开始被他接受物理治疗 练习平衡 另外也都被他穿着更加防滑的网球鞋 又将空军1号的登基梯 换成更加短的14级楼梯 以方便他上下飞机 但依然没有改善 他失平衡的画面依然经常在新闻片段中出现 而这些画面每一次出现 都会增加民众对他连任总统的担忧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拜登的最大总统选举竞敌特朗普都已经77岁 到底多老才是太老 成为了一个新的竞选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出席三藩市举行的 总统科学技术顾问会议 他支持的时候表示 他认为政府停摆并非不可避免 并且自出在政治领域没有绝对 他无法确定如何避免政府关闭 新的一份财政预算案 必须在10月1日前送给拜登签署 否则政府将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闭 参议院正采取跨党派的方法 以防止政府关闭 而众议院就面临困难 多数党共和党仍然未能达成党内共识 议长麦卡射就要求 极右派通过临时措施来保持政府运行 并且削减支出8% 加强边境安全 另外拜登还在今天的会议上 强调采取行动 对扩展高品质医疗保健 以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因果伦裁定 前总统特朗普和他名下的公司 多年欺诈 向银行和保险公司虚报 以及严重夸大资产总值 藉此向银行申请 优惠债贷款条件 降低保险费用 也导致其他公司受骗 所以部分营业的执照需要撤回 法官也会派遣独立监察员 监督特朗普集团的未来营运 因果伦举例 特朗普在2014至2021年间的财务报表之中 持续高估佛州海湖庄园的价值 其中一份报表的夸大程度 更加达2300% 即是23倍 又将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的预所面积 夸大两倍 声称物业价值3.27亿元 种种行为已经越界而且违法 法官就批评虽然辩方 企图以财务报表的免责声明 为特朗普免除责任 但此举完全是活在幻想世界 现实不容许这样的行为 共和党第二次总统选举论坛 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举行 特朗普已经扬言 不会和其他对手共台 剩下只有7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参加今晚的选举辩论 参议院推动新发 保障大麻业界获得银行的服务 法案获夸党派支持得以通过 虽然吸食和买卖大麻 在很多州份已经合法 但由于联邦法仍然禁止大麻 大麻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融资 和扩展业务 此外现金交易也容易引发抢劫 洗黑钱和有组织的犯罪 新发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获得通过 但众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掌控 要通过放宽大麻业务的相关政策 将会更加具挑战性 此外这个法案还包括 一些对联邦监管机构的严格要求 以确保不会基于主观理由 终止和大麻相关的金融账户 平衡解决大麻行业的金融问题和公共安全 闯入朝鲜之后 被驱逐的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正送返美国 华府官员强调 没有作出让步换取朝鲜放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感谢瑞典和中国在移交过程中提供协助 特拉维斯金因为襲击 曾经在韩国服刑 原定7月送回美国接受纪律处分 他其后越界闯进朝鲜被捕 朝鲜到昨天宣布驱逐他出境 瑞典官员将他带回中国边境 在场的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瑞典驻华大使 特拉维斯金跟着坐飞机 去到韩国的美军基地 然后送回美国 有华府官员就指出 朝鲜可能认为特拉维斯金的均階低 没有真正的价值 扣留它也可能引来更多的麻烦 所以决定驱逐出境 我们先去广告 稍后会有其他新闻 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朱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 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回到新闻时间 三藩市迪洋博物馆迪洋开放艺术项目 今年秋天回归 为来自不同背景的湾区艺术家 提供免费的展览平台 是全美国唯一进行这一类展览的大型博物馆 今年6月5日到18日接受公开申请 总共收到7766份申请 最终篩出884件的优秀作品 展览将会从9月30日开始直到明年1月7日 这些作品将会在博物馆最大的画廊里展出 规模空前种类包括 绘画、平面装置、摄影、素描、版画、纤维、雕像、录像、电影和数位艺术等 话题从历史、政治、社会、环境、自然、抽象、超现实异像以及人物等多样展开 参战要求是必须居住在湾区 是近三年的作品 每位艺术家只限一幅 迪洋图书馆 迪洋博物馆计划每三年举行一次这一个展览 美国编剧工会WGA领袖昨日宣布 接受了同片厂敲定的申筹协议 结束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会员今天起可以选择返回工作崗位 据报工会的11,500名成员 对是否接受这一项的协议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投票将会在10月2日至9日进行 虽然编剧们仍然有可能拒绝接受这一份协议 但业内专家多数认为 投票比准只是一种过场的形式 而受罢工影响的电视和电影项目的工作 将会可以在投票完成之后重新启动 各大直播节目主持人也陆续宣布 电视清谈节目主持彪马艾 率先宣布 她的HBO节目彪马实时 将会在星期五服播 NBC的涉夫迈瓦斯 ABC的尖美金梅 和CBS的史提芬高拔等人随后也宣布 他们的talk show节目 全部会在星期一之前服播 美国太空总署一名太空人和两名俄罗斯太空人 在太空停留一年之后 今日返回地球 其中国际太空站机组人员之一的 美国太空人路比奥 创造了美国太空人单次太空旅程最长时间的记录 三名太空人乘坐的联盟号太空舱 降落在哈萨克的一个偏远地区 他们本应为期180日的太空任务 后来因为联盟号MS-22太空船 遭微吻石撞击 制冷回路、泄漏 导致飞船舱里的温度调节出现问题 经俄罗斯地面决策机构研究决定 联盟MS-22飞船以无人模式返回 令三人在太空逗留371日 这令到路比奥创造了NASA太空人单次太空旅程最长时间的记录 而俄罗斯太空人的单次太空旅程最长时间的世界记录 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创下的437日 英国伦敦南部哥莱顿区一名15岁的女孩 在上学途中突然遭到刀客斩死 事后警方表示拘捕了一名二位行空者的17岁少年 事件亦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持刀犯罪案件的新担忧 警方指出紧急救护人员接报后 在上午大约8点半到场救援 但女伤者最终相重不治 伦敦市长简世德表示 他对这一宗致命事件感到心碎 并且承诺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 结束这个城市的持刀犯罪祸害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今年3月 英格兰和威尔斯有99名25岁以下的居民 被人用刀或銳器杀害 其中13人年龄在16岁以下 以赖克星期三一个分宴现现场发生大火 造成114人死亡 大约200人受伤 星岛头条报道 一场分宴最终演变成为惨剧 相信无人会想过 以赖克北部里里微省的 一个分宴会馆 据报因为炎放烟花导致发生大火 火警造成包括新娘、新郎在内 至少113人怨难 超过150人受伤 据社交平台X流传 怀疑是现场影片显示 火警发生的时候 天花不断有起火杂物跌下来 现场崩壳 荒芒走被吐身 而火警发生之后 在场天花塌陷 铁枝垂落地面 现场一片朗席 澳洲一名英国的动物专家布里顿 被揭发车友酷刑室 虐待及强奸超过42只狗 导致其中39只死亡 此外 他还持有儿童遭受性暴力的影片及照片 布里顿星期一 在庭上承认60项控罪 但因为案情太可怕 法官要求部分工作人员及保安离场 以免有人受邱克损害 布里顿生于英格兰西约克郡 二十多年前移居澳洲 从事鳄鱼相关的工作 他拥有动物学博士学位 因为他的专业知识而享誉全球 在澳洲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担任学术职位 检方指出 布里顿在2020年11月17日 至到2022年4月22日期间 先后获得42只不同品种及年龄的狗 对他们进行虐待、性侵等令人发指的行为 其中有39只狗因此死亡 今天的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